《徐志摩》 《政治经济学》,本与诗歌创作并无渊源,却在英国留学期间创作出大量诗篇,究其原因,大致是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,初入康乔的徐志摩幸福又甜蜜,假之与林徽因的相识,更是将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激发出来,他回忆活在康乔的日子,和真幸福,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。 回国后的徐志摩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创作录,更是出版了一本诗集志摩的诗,将自己回国初期的心路历程,尽数反映在诗歌里。 那段时期他的诗除了抒发理想和展现爱情外,又多了些揭露社会黑暗,甚至是探讨人生哲理的诗篇。 1924年,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,徐志摩与其建立了深厚友谊,而他的创作中也渐渐融入了许多哲理类的诗歌。 除了诗歌外,徐志摩也带散文、小说、剧作、翻译等领域发光发热,创作出一篇又一篇坏市人口的经典文章。 不得不说,徐志摩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很高的造诣,但在爱情面前,他却是个多情的人。 打着理想主义旗号的徐志摩是看不上张又怡的,他甚至亲密地评价他是乡下土包子。 当张又怡为徐志摩还上第二个孩子时,徐志摩正沉浸在林徽音的温柔香里。 为了博取林徽音的欢心,徐志摩急匆匆地逼迫张又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,成就了历史上第一例自由文明离婚案。 成功离婚的徐志摩兴冲匆地去找林徽音,却得知他已经随父亲归伙,并嫁给了梁思成。 就这样,徐志摩的第二段爱情还未开始便已经结束了。 1924年,27岁的徐志摩在泰戈尔的生日宴会上,邂逅了陆小曼,而此时的陆小曼是哈尔比警察厅厅长王庚的妻子。 不久后,两人便双双坠入爱河,徐志摩终于得到了他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爱情。 即使王庚以枪相逼,即使婚后陆小曼娇又懒惰,即使两人在感情中互相伤害,徐志摩都不曾再改变。 但多情的徐志摩,还是忘不了林徽音。 1931年11月,徐志摩搭乘飞机,去参加林徽音在北京的演讲会,中途飞机在济南逝世,机上共三人无一人生还。 36岁的徐志摩终于不再多情,但再也写不出经典的诗歌,徐志摩的一生似乎都在和爱纠缠,但像是林徽音曾说的,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,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,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。 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是单纯的,他拼命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浪漫,他敢于逃脱旧社会封建的桎梏,去选择一些,甚至不能够被他人接受的感情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写惯了浪漫诗歌的徐志摩,从骨子里又是充满血性的,只是,他的勇敢都在他多情的故事里被人们忽略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